当全世界体育爱好者的眼球都转向伦敦奥运会开幕式时 中国江苏省启东市却爆发了一场惊天动地的民众抗议 按照当今中国官方的特定说法应该叫做一起大规模群体事件 整千上万的启东市民当天清晨前往市政府大楼及其附近道路示威 抗议日本王子职业集团计划在启东附近海域进行的排污工程 愤怒的启东市民举着标语牌高呼抵制王子保卫家园 以及要求市委书记孙建华下台的口号 抗议者担心的是王子职业集团准备在当地修建的排污设施 会对老百姓的生活产生不利的影响 启东是一个县集市由南通市代管 日本企业王子职业集团在南通设立的造纸厂 为了方便废水流入大海 正在建造一条110公里长的排水管道 然而造纸废水中可能含有的致癌物质 不仅损害当地市民的健康 而且对拥有丰富渔场资源的启东来说 也将是一场灾难 尽管启东市民要求停建排污工程的诉求非常强烈 但当局对他们的呼声置若罔闻 由此而导致了这次大规模抗争事件 在这次市委活动中 抗议者冲进了市政府大楼 他们不但向外抛洒政府文件 而且展示他们搜出的名贵烟酒等物品 一些愤怒的抗议者甚至掀翻了警车 前来做疏导工作的启东市委书记孙建华 被抗议群众团团围住 人们强行要求孙建华穿上 强烈抵制王子牌屋的宣传T恤衫 但他竭力挣扎 结果被抗议者扒光上衣 这位市委书记只好露出苦恼人的笑 在这次事件当中 刚开始当地警方只是前来维持秩序 并没有采取过去群体性事件中 惯用的强制驱散等强制性措施 据说有些警察还私下表达了对抗议者的支持 但是中午以后 当局调来大批外地警察替换 警方的态度才逐渐强硬起来 并且开始抓捕一些行动过激的抗议者 在这一过程中有些民众受伤 与此同时 个别警察也在这场冲突中 被愤怒的民众拖进人群打伤 另外日文报纸朝日新闻称 该报上海分局局长奥四纯 当天在启动采访拍照时 遭到十几名警察的暴行 头部被踢 并被没收了照相机和记者证 奥四纯在微博上发表了自己受伤的照片 和医院的诊断证明 日方也就此事向中国提出抗议 在巨大的抗议浪潮中 当地政府终于做出妥协 南同市市长张国华 当天发表了视频声明 表示永远取消王子制止排海工程项目 广大市们经南东市政府研究决定 该项目停止在启动实施 请广大市民相信政府 征受法律 共同维护好启动良好的发展举面 当天下午 抗议民众全部从市政府大楼撤出 抗议活动基本平息 不过在新浪微博上和启动事件有关的词组 仍然成为被封杀的敏感词 与最近在四川十方发生的大规模群体事件相比 在这次启动事件中 警方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克制 因此没有进一步激化冲突 前江晚报的一篇评论 甚至称启动事件是一场理性的双赢 许多网民还对启动市委书记孙建华在上一被扒光的情况下 还能保持理性 给予了高度评价 并且在微博上冲着孙建华竖起大拇指赞扬 然而近年来中国各地的群体抗争事件风起云涌 此起彼伏 最近几次群体抗争事件已经呈现出规模越来越大 级别越来越高和程度越来越激烈的趋势 难怪有人在网上表示乌坎是个村 支里是个镇 石方是个县 启动是个市 言外之意大概是下一个大规模群体事件 将会在哪一个更大的城市爆发 杀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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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